全台长者施打疫苗后猝死平传 华林县接种率从4成调到了1成5 因此县政府宣布24号开放第二波在原场地来接种 福利乡长就表示 东黎到卫生所将近要40公里 让部分的长者觉得不方便 所以将会协调卫生所在东黎活动中心来设战施打疫苗 华林16号先开放90岁以上非原住民 85岁以上原名长者接种疫苗 第二梯次年龄层以及对象扩大 华林县宣布24号开放65岁以上的原住民 75岁以上的非原住民长者 而华林最南端的福利公所表示 东黎到卫生所将近要40公里 让部分长者觉得不方便 所以将会协调卫生所在东黎活动中心设战施打疫苗 让无将东黎就近的长者方便接种 因为毕竟我们福利 这个距离是南北大概40公里 所以从无将东黎的这些年长的人 要到福利来打有一些不方便 路程太遥远了 所以这个我想说 邀请我们这个卫生所主任以后 再来检讨一下 是否可以在东黎活动中心 在那边设一个点 那他这个距离就会拉近 虽然华林没有长辈接种后猝死 但是受到其他现实长者接种后猝死消息影响 接种率从第一梯次的四成掉到一成五 陈荣聪也说 也有部分长者就是担忧不作用 原本要来施打 但是施打这天却没有出现 物料增加施打医院 就是希望接种服务能够弹性 卫生所团队移动 直接为民众来施打 还是鼓励所有乡亲走出来施打疫苗 记者高双双不一样采访报道